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他也认为附近居民都不认同的这项工程 是不是为了某间正在兴建的豪华农舍量身打造 富裕了一些鱼鸟 这条溪又渐渐恢复生机之际 不想一日晨起 惊见溪水变成黄浊的泥浆 素溪而上 才发现原来是水宝局 在整治野溪大动工程 经过我们各方查询及现场勘察 才发现这项美其名整治野溪的工程 如过网班的是为特定对象设计的特定工程 堤房上方是一个顺向坡 在地人都知道 这坡地曾经滑动不下十余次 却不知道为何允许私人在此建造一个超级大型的水泥建筑 农舍 水宝局首先以改善农路为名 为这个农舍铺设了一条长达三百公尺 加上颇刊与美化工程的豪华农路 再为这农舍建构了几条大排水工 然而这些水宝工程仍防护不了这块坡地的滑洞坍塌 农舍周遭到处都可以见到土石滑落 直披线塌 刚铺设完工不久的豪华农路 也有掏空的现象 台湾生态学会的秘书长同时 也是我们的公民记者生态人 日前也前往现场了解状况 透过影片指出溪流整治的问题 但一看到摄影机正在农舍工作的人员 立刻大声喝止 差点起了冲突 各位朋友我们可以看镜头看到的 就是这一次的合体的工程 我们政府一定要把这个 在我们山上的这样的一个野稀水泥化 因为水泥化的关系 就会让这边的生态整个都破坏掉 包括在里面的溪流的整个生态 跟周边的森林做成一个很严重的切割 包括河床的这整个的干扰 我们希望说在这样的情形 我们政府应该更审慎 水保局不是来破坏生态 不在山上烂做一些工程 来让我们的生态造成一些干扰跟破坏 那这里的地是原住民保留地 整个山头全部都是原住民保留地 那地的科目跟分类 它是山坡保育区的林业用地 林业用地我们知道 依照国家的规定 它是造林实用 当然林业用地也可以盖农舍 不过不是像这么庞大规模的农舍 那如果它是合法的农舍 那全台湾没有规法的农舍了 不要不要 千万不要 那以后会不会拍 忍一忍 那我以后会不会找到麻烦 我找谁麻烦 通过报道 希望更多人可以一起来关心 马武独席的问题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